咱们在互用施工的开工前我们要做三件事情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件事情咱们要做好沟通 沟通就是和甲 一个是和甲方沟通 包括这个物料到货时间 包括和这个业主 包括这个互用这个老百姓沟通 那得能开门得能取电 然后包括这个甚至还有一些甲方的技术细节 包括采用什么样的施工工艺 用什么样的配件 举个例子 包括那个电池板这个厚度有35的 有40的 你压块要是照着40的准备 这就不对了 这就不对了 这个边压就不能使 这是个例子 另外呢就是说 咱最起码所有的人的电话 户主的电话 房主的电话 另外呢业主电话 甚至护院司机的电话也都有 甚至加上护院司机的 问他要一下地址什么时候到 然后进来以后什么路线 怎么卸车 这都是你要沟通好的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你开工的 还有一点就是 你要知道这个 对 谢谢大家